現在的趨勢其實仍然仍在上升軌道 同時我們也看到無論在篩檢、個案追蹤 和隔離收入院其實都出現一個滯後問題 在這樣的情形其實是令人擔憂的 很多市民我想一定大家的家配努力盡量留在家裡 而政府亦都有一些措施裏面我想都是要繼續做 和亦都真是能夠和商界再談談 能不能給待多些人可以留在家裡呢 我想這個都是相當急的事情 因為接下來的一兩個禮拜如果疫情不能夠受控 我們可能裏面我們的老人院社會陸續會出現爆發 和很多一些社區裏面一些的 比如很多不同的群組他們的工作場所 可能會陸續都會見到爆發 而令到我們疫情裏面可能會進一步失控 政府就說了 接下來就會暫停所有客船 和沒有在香港處理貨物裝設貨船的船員換班安排 這一招你覺得怎樣呢 有些專家就月初已經說了 我覺得這件事一定是要做的 雖然遲了我想也一定要做 但是就算現在這樣 它都要肯定沒有漏洞 就是究竟它裡面 譬如說什麼叫做香港卸貨 卸多少算是卸貨呢 第二件事就是說 如果這些公司裡面沒有 即是說 或者它的僱員 是沒有遵守他們的承諾的時候 究竟我們有沒有監察 有沒有辦法可以追究呢 如果不是我們怎麼確保 他們真是說遵守呢 這些我想政府都要進一步去看看 譬如說 停了午市堂食 說政府都在想著 這招你怎麼看呢 這些地方你都沒辦法戴口罩了 大家 那是說在一個餐廳裡 其實這個方向裡面 可能隨著疫情是有這樣的需要 但是它一定是要確保 我們不是太多人需要分工 也都不是說太多人裡面 是需要一些 譬如說我們是外賣廳 午市的時候都要跟一些業界談談 他們能不能夠保留自己本身的外賣 以及用什麼辦法能夠看操外賣的供應 是真的能夠填補到 即是說你那個食飯的問題 可以進來兌換禮物 入貨架一次過看完 選對深水禮品之後 可以選擇郵寄或自行領取 換了禮物 什麼時候到期又不記得 可以進來戶口紀錄 隨時隨地查閱積分紀錄 看到你已經兌換的禮物 和領取詳情 那就萬無一失了 快點下載東網app 可以進上來看這顆金幣仔 登記成為東網會員 就可以看新聞贏獎相啦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